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分局在今天2号凌晨4点多 在辖区清水区西宁路上发生一起聚众多厚案件 那个齐是一位谢姓的一家工程的老板 和他的耿性的离职员工 因为劳股纠纷和相约在上述地点来谈判 双方一言不合不咎 现场约25人 而辞刀蟹来护殴 其中造成一方的灵性死者 胸部有穿刺 到院前已死亡 警方拓报陆续调阅监视期 离清相关人等的身份 已将双方共25人全处查契盗案 全案依妨害秩序罪及过失致死 来以送台中地检署登办 158人 提前冗